是你救了我 我路过你家门口 发现你晕倒了 把你送进了医院 谢谢你 医生说 你刚刚流产 身体很虚弱 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 老板 这么急是去见莫云小姐吗 对 为什么知道你话 不是我的心 岳哥哥 岳哥哥 你的腿 不是让你出国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 岳哥哥 你的腿好了 真是太好了 放手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 放手 我就好好地当你的妹妹 岳哥哥 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 我去帮你拦着他们 好吗 岳哥哥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听稍后再拨 陈总出来了 快快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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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的腿 什么时候恢复的 陈总听说 陈总是您弟弟造成的是吗 他已经去自首了 您知道这 这是陈总的私事 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好吧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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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打的用户 您拨打的用户 陈总 请问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请稍后再拨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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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爷子 陈总 你证明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喂吧 马上到我这里来 陈总 您拨打的用户 好吧 陈总 说两句吧 陈总 这样您说两句吧 陈总 一会找个地方 把我放下来就行 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最近下来的呀 外面号出的记者 就这么把我扔下 陈总 开车 陈总 别走啊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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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白养他一场 你也是 生不出孩子就算了 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 差点害死我儿子 爸 别说了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有 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 我们全家的脸 往哪放 爸 都这个时候了 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 你说什么 是爸 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没错 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 当然我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恨全家 恨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别动手 爸 我已经不是那个人用你打骂的小孩了 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爸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吧 我先走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 全民有通过律师让我跟你说 他也不知道莫云去了哪里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他说 他虽然恨您 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莫云 我这个弟弟 什么都想跟我争 他还说了 让您去问一下 白亚猫 莫云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啊 你去找过他吗 没有 我怎么敢呢 玉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 玉哥哥 我帮你一起找他吧 出去 老板 莫云小姐的东西都在 但是证件不见了 去找 好 你真的决定 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 医生说了 你的失语症 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 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 才能恢复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江总 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 到了美国 我会努力工作的 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就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逼之不及 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 我们这么一走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都过去了 陈雨昕 我会把你忘了的 请问你 我会写你 有没有 我会使你 买者 我会会 你 我会 我会 Judge 我会 我会 你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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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云 全雨昕 好久不见 墨云 不可能 他不是墨云 他会说话 全总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Daisy 或者我的东西 墨云 于哥哥 他 他不是墨云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全总 一往情深了 墨云 你去哪儿了 全总 那你为什么要走 全总 请您放开 绍青 我没事 全总 我们今天来是 辽贵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约 全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月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月哥哥 月哥哥 阿明 查他住去 还有他在国外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莫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 喂 哦 好的 是江总 什么事 怎么不接电话 刚才有事 记音了 我听说你回去 被杨阳要收购全室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全室 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以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全室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要收割的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吗 见到了 不过都是聊聊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您和那个全室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 房卡 您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我就出去 你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吗 这里面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保 前台吗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吵了一点架 她又有一点发火 然后她是现在我们和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陈雨昕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就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说 给我了 给我了 全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先给我 你说什么 哎呀 芸芸 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给你送 老板 她刚才叫你寻孕 这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不该问的别问 哦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哦 知道了 咱们这次 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这个还挺适合呢 我告诉我 这可不简单 您一定要严格要求 我不是真想去 你放心吧 我肯定也会要求 这边打点清 好 最近拍戏太累了 你看我黑眼圈都中了 小月姐 你哪有什么黑眼圈啊 还是这么漂亮 好 谢谢大家